一位在宴会上最后一位到场呢 是那位一向外冷内热的大男孩 所以 我像这样朝他伸出手 正如我现在 要对芽衣发出的邀请 可以请你陪我 跳最后一支舞吗 在想什么呢 芽衣 和可爱的女孩子跳舞时 心不在焉可不行啊 没有 我只是看到 我在这里 他们都来了 对吗 是啊 就让我们慢慢进入宴会的高潮吧 下面有请客人们入场 第一位客人 要带来他的表演了 你观察得很仔细呢 别着急离书 多陪陪我们 好期待呀 我的运气如何呢 运气不错 看起来 这是另一位客人的专长吗 嗯哼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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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爱丽西亚 真正的力量 那我也必须 回应她的期待 那就让咱 再推芽衣姐一把吧 怕赌 哼 有那么吃惊 玛雅一姐 之前的账你还没结呢 我可不会忘呀 咱们也不能让爱丽姐失望 对吧 空梦无常 把咱的好运气 分你一半 不生短暂 但意志会不断延续 你的颜色正如繁星漫天 这就是爱丽西亚 超越无限吧 别让我失望 别让我失望 我失望 你在找我呢 你分身 神神 这是你所点亮的虚光 只此一剑 刹那 亦是永恒 会有点冷啊 染上我喜欢的颜色吧 你 显日从此 斩 很漂亮 对吧 以死天会 开拓前路 站起来 见证万物熬灭 此刻便是你的舞台 为你献上螺旋的喝彩 现在已经是你 你将会不断 以此黄金之鸽 造像命运的旋律 无需戒律 将我等十三英节 将我等十三英节 小心哦,他们看起来很喜欢你啦 你就是知名,传唱后世吧 课音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一如既往引导着你,对不对? 你看,他们都在这里见证着这场宴会 因为牙医做到了,因为牙医是被十三阴级认可的人呀 这是最后的剑行,最盛大的落幕 所以,我不会留下任何遗憾 向我展示你的全部吧,艾利西亚 来吧,来吧,牙医 来吧 i know you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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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來到舞會的最高潮了。 芽衣有沒有覺得很意外呢? 《始源之律者》。 這是我的另一個名字呢。 感覺如何? 《始源之律者》? 不過是個尋常的人類女孩。 僅此而已。 對…… 這個角度……喜歡嗎? 如果非要選一個, 那我還是希望你更熱情一點。 有下漂亮的痕跡吧。 要好好收下这顿花哦 这样的舞步可是很难配合的 所以就需要芽衣更主动点了嘛 如果很冷的话可以向我提一些想要求哦 绽放吧 绚丽的飞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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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下吧 这是送给你的 特别礼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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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却散步 到新星坠落的时候 要记得许愿了 一 起 漫步 雪中 这 还是 第一次吧 跳 走吧 去往更高的地方 哇 亚依 我刚才飞得好高啊 你看到了吗 当然 一清二楚 群细 与此降临 群细 与此降临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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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 再一次。 這樣... 算是結束了嗎? 唉... 結束了... 没想到最后能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体会当初的宴会。 谢谢你,芽姨。 所以,这就是殷杰们眼中你最后的样子。 哼。 敌袭的人们是因为相信爱丽西亚而拒绝讨伤,在场的人们是因为相信爱丽西亚而出席宴会。 我原本是希望,讨伐共同的敌人能让大家团结一心,可最终却以另一种方式达成了心愿,能遇见这样的大家,我真的很幸运。 所以,凯文,伊甸,阿波尼亚,维尔威,四朵水晶花的主人原本就看出了端倪吗? 在梅结束了对我的检查之后,我把自己全部的故事,所有的细节都告诉了一点。 你知道,月光下的浪漫氛围总是会让人忍不住说太多吗? 而她恰好又是个很好的倾听者。阿波尼亚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特别的。 她有那种能力,真的能看到些什么,但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比起朦胧的命运丝线,我更愿意相信我所看到的你。 难得见她那么激动的样子吗? 而我们的维尔威……聪明的维尔威,她和梅伊亚,只是靠自己的推演就得出了答案。 但她也没有说出口,毕竟提前揭秘魔术的内容,未免也太不解风情了,还有她的风格,不是吗? 至于凯文……她对真相毫不知情,却参加宴会,只是为了对我说一句,这里没有什么旅程,只有以真我为名的英姐。 从女孩子的视角来看,她真傻,对不对?就和以前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都这么信任我,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只是我要做的事不会改变,也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的文明已经走向了灭亡。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下个世代,留下属于他们的希望。 我以自己的消散作为代价,下了个赌注。 希望未来……希望阿波尼亚眼中注定的命运,多多少少能有所改变。 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甚至不知道在此后,究竟会发生什么。 但我仍然想要相信,这么做一定是有结果的。 想要相信……神,却有改变的力量。 而现在…… 芽姨,我终于知道答案了。 我就是雷之律者,更是雷电芽姨。 芽姨,站在这里的我,就是一个证明,最好的证明。 虽然现在在讲这句话,好像有些为时过晚了。 但……谢谢你,艾丽西亚。 谢谢你……在最初的最初,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背负起一个人的全部,的确是件沉重到难以想象的事。 但你……还有你们……让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 哎呀……现在的芽姨变得又直帅又懂我,好犯规呀。 说出这种话,不就更让人不舍得分别了吗? 那……芽姨猜猜猜看,我现在还想做什么? 我想再看一眼永世乐图,对吗? 嘿嘿,答对了。 不过少了一点,是和芽姨一起哦。 嗯…… 在分别之前,陪我到处走走吧,好吗? 准备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